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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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挂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明明的短视频平台 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 搜索明明在美国 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 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最近呢 这个微信视频 已经给我升级到 可以开通直播的权限了 这对于海外博主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殊荣啊 我个人非常的高兴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做网络直播 但没准哪一天就要开始了 有点小激动啊 如果那一天直播开始的话 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听众朋友 到时候呢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一场 网络的盛宴啊 我们现场直播 可以直接的交换意见 可以直接的面对面的来交谈 当然在这个秋天终于来临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秋一凉啊 这个酷暑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熬过去了 虽然干旱的状况还没有完全的缓解 但是这气温一下来 至少电力的这个紧张状况也得到缓解 因为大家的空调不会那么像最炎热的时候 使用的那个量那么大了 所以多少是个好消息 秋一凉 眼看着就要到十月份了 这在北方地区都开始要穿毛衣的季节了 咱们这还是刚刚凉快点凉快下来 能是一个舒服的夏天的感觉 当然随着秋冬的季节一到来呢 这个一年一度的流感季节也即将要开始了 所以在这呢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 这个年老体弱呀 或者是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婴儿的 尽早的施打流感疫苗 因为每年的流感疫苗 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cover这个流感的植株 但是呢总是可以cover一大部分 而且即使你中招了被感染了流感状况 也比没有打疫苗的人要轻一些 所以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 这个早点打 因为这个疫苗打上以后 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开始起到保护作用 所以等到那个流感季真正旺盛起来 这个11月底我们开始过感恩节 到处travel旅行的时候 哎你那个时候马上打这个流感疫苗 它还得过一个月才起作用 所以呢这个把自己就暴露在这个传染源 和危险环境当中了 那个打得晚就不值得啊 所以早早的打 另外呢这个被大家都有一些遗忘和麻木了的 这个新冠病毒啊 它并没消失啊 不但没有消失 还有可能卷土重来 因为这个病毒一直就没有 没有完全的消灭 而且是不但不断的在在在变异 哎一会变个这个一会变个那个 然后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呢 这个毒株也不太一样 那到了美国到底是哪一方面传过来 现在大家也没有旅行禁令了 这这随随便旅游啊 哎哪个国家的一有变异的蜘蛛 没过多久就会被游客带回到美国来 然后这个就看哪一家传染力最大了 总之呢这个新冠病毒不容小事 而且在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有可能变成像流感病毒一样 就也许就不会消失了 从此以后在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当中 每年施打的这个疫苗就多了一种啊 以前是光是流感疫苗 现在是流感加新冠病毒疫苗 那么这个新的疫苗说是又又快要出来了 这个出来以后呢能打的这个 这个身体有状况的朋友还是要早早的做保护 同时呢美国家庭现在又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新冠检测盒子了 啊大家很多人可能以前都领过了 就把你的地址一填上过两天UPS就给你寄过来了 所以这一波呢从这个这个这周开始就 拜登政府表示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美范围内的蔓延 这一周恢复向美国家庭提供免费的家庭新冠病毒检测盒 我自己也奇怪哈 你说这个新冠病毒在变异 是不是我们以前旧的那个检测盒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啊 这还得再问问这个胡主播 让他们问问相关的专业人士 我们家里旧的检测盒还没用完 而且真的是每次孩子们一感冒 有个风吹草动 紧张的就要赶紧用那个检测一下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不是新冠病毒 是的话呢就全副武装 两年前我女儿中招的时候 我也照顾她 戴好了口罩 做好了这个保护措施 我也没有被感染 所以呢这个 知道情况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在她身边的时候 我都戴着口罩的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 那个具体的那个 申领的那个地方 还是可以用原来的那个网站 叫covidtest.gov 这个gov就是government的这个缩写 是这个这个就是新冠的这个 政府的这个官网 covidtest.gov 到那个网站上就可以领了 大家在微信群里看一看 有人经常转发的那个东西 上面都有这个 你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填上你的地址就可以了 那么说到这个 2022年1月以来呢 美国政府也是一直通过这个网站 提供免费的检测试剂盒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6月份 是停止接受订单来这个节省检测的供应 但是这次呢 在秋冬重新启动这个计划 这个因为到秋冬的时候 病毒通常会比较高水平的传播 新冠的住院治疗人数 也因新的变体连续两个月的时间 在增加啊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不当回事啊 觉得这新冠已经过去了 尽管现在没有那么强的旅游禁令 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但是这个病毒不但在 而且现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感染人数 还是在不断的增加 而且是住院治疗的人数 所以大家不要小视它 那么拜登政府指出啊 即将交付的这个家庭检测 新冠检测盒能够检测目前流行的新冠变体 所以很有可能我们旧的那个检测盒 是检测旧的那个那个新冠病毒的 所以这个这个盒子大家赶紧订 我我我已经订了啊 这个机构还补充说 这些试剂盒计划使用到2023年底 并且将附有如何验证测试有效期 是否延长的一些说明 同时这个声明还表示说 这次改变了公共和私人保险公司 对家庭检查的覆盖范围 可能会让一些人无法通过他们的计划 免费获得这些检查 但一些当地的健康诊所和社区网站 仍然免费向公众提供家庭检查 同时呢 拜登政府表示还将提供6亿美元 以加强全国12家新冠病毒检测 制造商的生产能力 然后政府预计将从这些公司获得 大约2亿次的这个检测 这些检测盒 所以大家该领的领 那么秋冬要到来的时候 又是要提高免疫力了 都说秋造秋造 这两天我从孩子身上也特别能够发现 秋天呢是各种果实 这个疯狂的这个采摘 或者是说收获的季节 那这些天市面上 你就会看到各种水果 秋天是正常大部分水果 秋收的时候 是收获的季节 所以品种非常的多 然后包括那些 什么比较上火的龙眼啊 什么各种各样热带水果啊 现在这个运输非常好 所以我们都可以吃得到 但是在秋季 大家真的就是防止秋造 虽然气温突然之间降下来了 但是呢 我们整个旱晴已经几个月的时间了 空气 休斯顿的这个湿润度比我们以往 就是往年夏天或者秋天 这个时候都要干燥的多 所以像我们在这住的人 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在休斯顿住惯了呢 一回到北京就会觉得 特别的异常的干燥 然后那个干燥到 你觉得嘴唇开裂呀 手上的皮肤也会这个 有小的这个干燥的纹啊 然后你就需要磨很多的lotion啊 这些东西 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肺粘膜 和我们的鼻腔的粘膜 也同样在经历着空气湿度的变化 一些不舒适 可能你看不到 但是你的身体能够感觉得到 就像我们在休斯顿湿润的地方 呆惯了 我以前就是呆了几年 现在一回北京都是干燥的非常难受 那么今年的状况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连续的这个几个月的 这个酷暑干热 没有下雨 所以现在我们整体 比休斯顿湿度确实是大幅的下降 比较干燥 那好处可能会是对于一些霉菌的滋生 会起到一些抑制 坏处呢 就是我们的各个黏膜呀 也都会感觉到干燥 除了身体呀 爱美的人要多抹一些lotion 软化以外呢 空气里增加一些湿度 尤其是对于有哮喘和咳嗽的人 是非常有好处的 然后如果发现家里有孩子 这些天有秋躁的状况 比较爱咳嗽 就可以把他的睡眠的房间放一个加湿器 然后呢 也可以多的在饮食的调补上 注意一下轻补 吃一些清淡的汤汤水水 煮一些这个秋梨糕啊 这都是我们华人的一些 非常的硬四季的一种养生的生活方式 我现在呢也人到中年 所以越来越发的开始重视这个健康 而且也发现在我们所有同龄人当中 确实健康的身体 真的是莫大的幸运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像我就可以想做什么事情 这个这个想爬山就爬山 想去深海钓鱼 两天就钓鱼 也不会把腰闪了 那么如果这些年没有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 运动的基础 没有肌肉的保护的话 我的同龄女友 搬个西瓜搬个花盆就把腰拧了 扭了以后就就变成非常严重的状况 这个床都躺不了 专门去买一个硬板 这个真正的木板 我头一次看到那个放在床上 躺着真是难受啊 那跟睡地上的感觉一样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当你生病的时候 这些都是不得已的办法 所以你与其在事后 生了病要付出这么多惨重的代价 不如在我们健康的时候 好好地珍惜自己 今天拥有的健康 去健身 去锻炼 去保留 保有一些肌肉 去 这些肌肉和筋腱就可以保护我们的 这个骨骼 免受这个过多的伤害 也不会摔个跟头就马上骨折 这么容易 所以呢 这些天在新冠病毒的威胁 秋冬流感也会即将到来的时候 大家没有别的提高免疫力 吃的营养有健康 这个 我这些天也是特意把自己的家里的食谱 就像我跟听众朋友交代的那样 自己也拉个清单 因为家族里面曾经有老爷啊 或者是家族里有一些有癌症病人 所以 像我的这个家族基因里 可能在 在癌症这些方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缺陷 如果你的家族就是 你的父母啊 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子 有很多人就是得癌症的话 就说明你家族基因里这方面缺陷比较多 那所以呢 我会特别小心专门会 特意为此买一些就是抗癌的食物 每个星期家人和我来食用 比如说紫薯啊 红薯 十字花科的蔬菜 就是西兰花和这个菜花 或者是圆白菜 就是那种十字花科的圆白菜 卷心菜 这都是我经常吃的 还有西红柿 这是我每个星期必吃的食物 然后呢 这个秋天觉得可能水喝的不够 我就会汤汤水水 会做那种俄罗斯人的就叫红菜汤 其实就是把西红柿呢 用油煎一下 因为用油煎过的西红柿 茄红素可以更好的吸收 所以新鲜的西红柿煎一下 煎成这种软烂 再可以挤一点番茄酱 一起用油炒 以后就很香 再加上水就变成一锅浓浓的西红柿浓汤 能放水之前 我一般还得炒一下圆白菜 断一下生 再加水 加了水之后可以放上土豆和牛肉 你也可以单独一个锅煮那个清汤的牛肉锅 然后等到这边的汤快好了 把那个清汤牛肉锅放在一起再炖煮一下 哇 我跟你讲 这个汤菜很有营养 西红柿圆白菜土豆还有牛肉 有蛋白质有蔬菜有淀粉 有蛋白质有蔬菜有淀粉 然后呢有茄红素有十字花磕的圆白菜 所以这个汤酸酸甜甜 有西红柿的酸甜口感 还有牛腩的这个软软嫩嫩 你还爱吃牛筋的可以买那个牛腩就带一些筋的那种 里边这个胶原蛋白也是满满的 所以这个秋冬季节喝一碗这个 这个叫红菜汤啊 有人是放beats 还放那个那个什么 就是紫色的那个那个圆白菜 或者是放甜菜根 那其实就是普通的圆白菜 西红柿土豆和牛腩汤就非常好 不管叫什么名字吧 这是我经常做的一道汤菜 非常的美味 而且在秋天呢 你就觉得这么一大碗的热汤 西红柿的这个酸酸的汤下去 又开胃 又会这个滋阴润肺的感觉 这个秋冬的咳嗽啊 干燥的状况 马上就会得到很多的缓解 我的孩子六岁和八岁 这两天前两天有些咳嗽 我这两天就没事煮一个 这个冰糖雪梨啊 然后晚上给他们做做这个 西红柿圆白菜牛肉汤啊 哎 有土豆 他们都很爱吃 吃了以后咳嗽就好了 所以呢 就提醒大家 秋天到了 我们防止秋灶 可以多多的滋阴润肺 可以从饮食的调整 多多的下手 好的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 明明 稍时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的 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呢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 这个新冠病毒检测 和免费领取的活动 这个礼拜又开始了 同时也提醒大家 在秋冬季节 流感季节即将要到来了 而且呢 最近的两个月的 新冠感染的住院率 又有所上升 连续八个星期上升 所以提醒大家呢 注意啊 这个新冠病毒 并没有完全的远离我们 时不长的呢 还回来 而且呢 到秋冬 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啊 所以这个 有基础疾病的朋友 中老年朋友 或者是怀孕的 这个 这个 人呢 一定要注意 提早的打好疫苗 同时呢 在我们的吃喝休息上 秋冬季节 一定要注意 劳逸结合 保证身体的健康 最近呢 还看到一些新闻啊 也挺吓人 有人就说 可能我们生活里 有一些坏的习惯 特别容易导致 这个 癌症的发生啊 那么像 像我这种家族史 就 家里面有很多老一代人 是得癌症去世的 所以 就要格外的小心 所以我现在 每个星期 会吃红薯 吃西兰花 就是买菜的时候 家里的这些 抗癌蔬菜 就都一定要 要买好 还有人曾经 做过一个检测 说这个冰箱里 我们储存食物的方法 有时候也会 间接的致癌 这一乍一听 挺吓人的 所以我还特意 把这个内容找出来 跟大家也交流一下 这个塑料袋 大家知道 这个真的是 又爱又恨啊 方便 它是真方便啊 这个 讨厌是真讨厌 第一呢 影响这个地球环境 它不容易降解 第二呢 它里面有一些 这个 叫做便宜的塑料袋 或者是说 这个工业的 这种塑料袋里面 是含有一些 对人体健康 有害的物质的 用它包装的食物 就有可能污染 我们的食物 然后引起身体的 一些癌变的可能 那么 在美国夏威夷州 就已经取缔 这个普通的塑料袋 的使用 包括超市 都是不提供的 所以一到了那儿 我都很习惯 哎 包括还有个什么地方 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就养成习惯了 就包包里 总是有那种 折叠的 可以反复使用的 袋子 超市购物袋 有的是那种 有的是那种 就是那种厚的塑料袋 可以反复使用的 所以就真的是 节省很多 我从夏威夷 回到德州来 因为一段时间 没在家呢 第一件事 就去超市采购啊 哎呀 这个采购一趟回来 就一大堆的塑料袋 而且德州人 还大方的出了名 你都知道 这塑料袋呢 哎 这个一个袋子 就能装下不少的东西 它非得给你分 两个三个袋子装 很大方啊 但是呢 对于环境的污染来讲 这个大方 就是浪费更多的 这个塑料袋 而带来环境的一个污染 那么话说回来 这个塑料袋 到底装上 我们的食物 放在冰箱里 会不会污染食物 会不会引起癌变呢 今天呢 就跟大家 讨论讨论这个话题 可能是这个 有一些塑料袋 为什么会被限用 第一呢 就是塑料袋的 回收价值很低 在使用过程当中 除了散落在城市街道 流区 还有就是造成视觉污染 被风一刮就到处跑以外呢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危险 因为它塑料结构稳定 它不容易被微生物降解 你埋在地下 多少年它还在那 所以在自然环境当中 是长期不能够这个分解的 这就意味着 废弃的塑料 垃圾如果不加以回收和利用 将在环境中变成污染物 而且长期的存在 每天在多少亿的 这个这个吨的在积累 对环境是造成极大的危害 那么含氯的这个塑料呢 会释放出有害的物质 到周围的土壤里面 地下水和水源当中 所以用这些水源的动物 就会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把食物放到塑料袋里 放进冰箱里 到底是会不会致癌呢 最后呢看到了一组相关的实验 看了以后呢 让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件事 有人呢就做了一个实验 把几种蔬菜分别装入不同的食品保鲜袋 和塑料袋之中 并且在冰箱当中储存相当的时间之后 拿出来再对这些蔬菜的塑化剂进行检测 最终的检测结果表明呢 这几类蔬菜当中都不含有塑料袋当中的塑化剂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 也就是说这个实验当中所用的塑料袋 都是食品级的塑料袋成分 稳定安全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商贩的塑料袋成本很低 来源不明啊 不正规 他们可不一定是这种啊 实用级别的这个塑料袋啊 那个后果就不不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看来要去超市去大超市啊 然后呢不放心的回家来 就是比如你在外面小摊小贩买的 有着塑料袋装的这个菜 回来呢 把他们拆开就丢掉 放在冰箱里的时候呢 放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安全的塑料袋 或者是这个家里安全的布袋子里 纸袋子里再放到冰箱里 这样呢就防止你这个菜 买回来以后没有马上食用 在这个有毒的塑料袋里待的时间长 然后这个塑化剂就会被食物所吸收 那当然是安全的塑料袋是不用担心的了 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个安全的引号 那么还有一些塑料袋当中存在一些 微微小的颗粒还有细菌 如果这个塑料袋的这个来源不明 或者是不安全的话 你把食物用这样的袋子在冰箱当中储存 会增加很多安全的隐患 那么当然了冰箱里储存食物 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这个存放的时候 很多化学品不要和食物一起放进冰箱 冰箱里就是装食物的 如果放进化学药品和食物就很容易被污染 很多人喜欢把化妆品放进冰箱储存 这样也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化妆品里面是有 含有多种化学物质 对人体健康也不利 所以不要囤东西 这个化妆品尤其不要囤 我们买一盒它有效期两三年 有的人夏天太热 或者是一次买图便宜 打折的时候买多了 怕放在外面坏了就放在冰箱里 这个很有可能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 污染食物 另外冰箱里生食 食物要分开储存 防止这个交叉感染 然后也不要放的太满 因为冰箱里的食物太挤了以后 冰箱里的空气就不能够正常的 对流 这就这个让机组的负荷增加 不说还有食物挤在一起 它的温度就达不到这个冰箱 正常这个可以流走的这个气温 那种保持的低温了 那么青菜叶子最好也不要放在冰箱 因为新鲜的蔬菜最好及时的吃 在冰箱里冷藏后的 这个叶子很容易变质和腐烂 所以最多就一两天 不要存菜 尤其是这个蔬菜 可以多勤腿 现在超市在门口都很方便 我们家这反正是特别方便 你的这个新鲜蔬菜就存在你家门口的超市里 不要都放在冰箱里 冰箱里不要多 这一点呢 我这两天收拾冰箱也发现了 人是定期 我发现一个月至少要每个星期有一天是在家里就是做家务的 这个家务除了打扫卫生 其中一项就是分门别类收拾屋子 我今天上午就因为正好要找一个鱼送给这个朋友家 这个野猫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钓鱼 钓鱼的人总是有新鲜的鱼 所以一动起来 那个动鱼经常就忘在那不吃了 其实这个冰箱里搜出来的鱼已经是有一年多的 去年钓的鱼了 一些鱼块 我就拿出来 让它去喂给他们家收养的 最近的院子里的小野猫 小野猫生了一群小猫仔 妈妈瘦的不得了 然后呢 他们还要出去买鱼 我说别买了别买了 我说我找一些 我冰箱里应该有 我就把去年的一些收拾一收拾不要紧 你就发现冷冻室里 你不管多大的冷冻室 永远的是塞的满满的 然后再一看什么过期的披萨 这个冷冻食品 还有过期的去年的这个鱼 都一年了 都冻在那 就一冻起来 你就尤其压在底层 根本就看不见 不小心呢 就是你又浪费了电源 是又储存了空间 同时呢 这个食物也是浪费 吃起来也不安全 所以现在呢 我再钓鱼回来 基本上就留一块 两块 一条两条 剩下都在这个三天之内全部送人 这样呢 就是第一 新鲜的鱼或新鲜的食用 大家都可以品尝 第二呢 也不要造成食物的浪费和积压 所以呢 这个大家有空 都是要清理一下自己家的冰箱 而且这个并不是食物冷冻之后 就会安全啊 这个跟大家说 还有我的父母亲一代人 也是如此的 很多食物就算是在冷冻箱里 冷冻超过半年啊 也是变质的 虽然没有完全的让你感觉到表面上能够闻到坏啦臭啦这样的状况 但是呢 它的这个组织营养 还有呢 一些细菌都已经是不符合食用的这个安全标准了 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啊 尽量不要浪费食物 但是也不要吃这些不新鲜的食物 久而久之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好处的 那在家的时候 多收拾收拾冰箱 这个也不要买过多的冰箱 我就没有再买另外一个多余的冰箱 因为只要买了 我就发现 永远是装的满满 然后永远是会浪费更多的食物在里面坏掉 然后扔掉 所以就一个冰箱 把里面呢 尽量让它快速的流转 该吃的吃掉 不要作为一个储存的这个柜子 那么真正到这个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 我在节目里也经常跟大家提醒我们要储存一些防备食物 这些食物必须是那种不需要冰箱储藏的 像饼干啊压缩饼干啊 罐头类的食品 而不是冷冻箱的食物 因为赶上天灾 大家都知道 垫都会断的 一断垫 整个冰箱的食物都会变质的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储存的方法和地方 好吧 那就提醒到大家到这儿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秋冬的日子 好了 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就到这儿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